南台湾发生强震 台南永大陆的围观大楼 整栋楼直离破碎 救难人员国军弟兄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到了晚上搜救工作没有停歇 加上大型探照单照明 家属寻找生患者 晚上我们要为了明天继续在座轮班 所以我们晚上我们会维持 230个人在这个地方 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用生命探测器 找所有的空间再去试探看看 如果有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废弃物 在这个拉出来之后 然后实施救援 出动大型机具进行救援 不过每一面的救难方式都不一样 东面先用大型怪手开挖 救难人员再爬进去 用竹藤搜救 接力把人送出来 西面利用倒塌物搜救法 先进去破坏墙面 接着逐层搜索 南面则是靠着生命探测器 执行救援任务 不过由于大楼向北面倾斜 这一侧必须用销铺块来支撑 是以八军团的弟兄 但是这边的弟兄有包含了 八军团的装甲旅的部队 工兵群的部队 因为他这些都工兵的 工兵群的部队 也有特战的 还是用最传统的方式 逐屋逐洞的来搜 奴隶在断缘残壁中 寻找生命迹象 甚至破窗深入搜索 从白天找到夜晚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全力搜寻受困的民众 记者张欣宜 夏军城 SNG小组台南报道